喂,各位好,我是桑普 今天来到那个美国南加州 一个沙漠地带,一个椰母的地方 也是一个自由雕塑公园 Liberty Sculpture Park 那它是有一位非常出色的雕塑家 其实它不只是一个 那个雕塑家这么简单 而是一个非常对于民主自由非常热衷 而且对于人权的事业非常有热衷的一位 陈维明先生 你好,陈维明先生好 对,我觉得各位观众 欢迎你来到雕塑公园 对,非常感谢 也是非常今天你招待我呢 去参观雕塑公园的一切 那雕塑公园我记得是在2017年开始去创立的 我在这个讲雕塑公园之前 可不可以说先由陈先生 陈老师先介绍一下 自己走过的心路历程 因为我记得说你曾经一度到纽西兰 也到过那个叙利亚 有三次的到过叙利亚 参与反抗军 对抗军政府的那个独裁政府的内战 那也之后也到美国来创立这个公园 可不可以讲讲看你是怎么一路走来的历程呢 原来嘛我是在中国从专业工艺美院毕业以后呢 就去了建筑设计院雕塑创作室 杭州雕塑创作工作 那么从事专业雕塑创作 那时候我们也是中国最为开放的时候 1982年代 80年代吧 就是82年83年我就到了回到杭州 什么那么在进行城市创作 那么雕塑创作 那时候都是无奖四美呀 粉丝太平呀 那时候呢确实胡耀邦和赵紫阳呢 都比较开放 这个民智开放啊 然后海外的各种自由的思想啊 包括艺术都传到中国 什么我们当然都很渴望去西方国家 按实地看一下这些西方的文明和艺术作品啊 自由的这种制度啊 当时是有这种 但是并没认为我们省处的这个时间呢 有什么特别的不狂啊 那时候没有这种 那么随着出国大潮 我投了一百多份这个建立 就是喜欢到海外去看一下 嗯 那美国嘛 当时因为没有担保 他需要担保 所以说呢就没有成功 那么我呢就在新西兰嘛 他们邀请我去办专了 这样我就踏上了 去了这个世界最为美丽的一个 一丁院一样的一个国家 嗯 然后到了一个西方社会 这个西方社会 这个西方社会我踏上这个土地的时候 真的感觉到了世外桃源 嗯 而且那种空气的纯净都让人窒息 就是我完全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 一个天地 就是说有这种感觉 所以享受那边的美好啊 感觉到了西方社会 所以这一切都从头开始 从一个官方一个专业雕塑家 你知道在中国还是不错的那一所生活 那要从 嗯 因为办转览嘛 你各把也完成以后 西方国家我知道 他你要承受不可承受至亲 嗯 他没人来push你 但是也没什么人太多 就像你在一个学校做科做讲做教授 一年完成就一年完成 我这个转乱完成以后 OK就没有人支持你了 你要么就是回去咯 你在这边生存 你都从零开始 从街头艺术家开始 嗯 那么也不错 嗯 你虽然身份上感觉有着失落 但是你在大家都很 嗯 嗯 很nice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是吧 嗯 那么这种身份上的落差 没多久就没有了 而且那时候的 九十年代初的 那个中国还是相当落后的 我做一天的话 一天的话是 中国一个月的工资都不止了 有几个月的工资了 所以当时八九六四的时候 你是在新西兰 在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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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了没有多久 就你说的 差不多半年 嗯 六四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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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颠覆了我的整个人生的轨迹 也颠覆了我的任职 一个政府 虽然我当时搞艺术是不搞政治 但是一个政府 可以这样看着坦克 免人用机枪 扫射那种和平 看你的学生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哪怕希特勒 当时你这个和平的 那个 他是战争 他不是对平民的这种 那种用机枪和坦克 去扫射和碾压 因为当时戈尔巴乔夫在中国 所以西方世界的所有的媒体 迎接中国 所以见证了一场革命 所以非常利益的 全方位的表现了天安门 我比天安门在场的人 看到的更多更血腥 像侯德建说 我看到天安门没死一个人 他大概就是他的视觉 他没看到黑灯下火 看不到死 但是我看到到处都是死人 到处都是鲜血 是吧 是整个正看管 我记得我在当年的时候 也是有同样的感觉 看着 当时电视台的新闻 都是鲜血迷移 到现在还是久久不能遗忘 那那个时候你在新西兰 那你那个时候 你是从事雕塑的一些设计 工艺的一些设计 那那个时候你真的 怎么去萌生这种对于人权 或者各方面的关怀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吗 还是更有其他事情会引发你 就是这个事情 整个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认为我们在中国 虽然是一个自由 艺术家好像你很自由 你可以赚钱出名 出风格你都可以 但是你一个没有自由的 没有民主的一个生活 那么它瞬间就可以让你去死亡 让你进监狱 只要你超出了它滑定的这个圈 你要去追求那种东西 那么对你的生活 就有不可估量的在那等待 对那个时候也很透彻的想法 有时候我想到现在的香港也是这样子 它只要是专制独裁 有个圈在那个地方 可以是浮动的 但你完全触摸不到 但你有一天 就是在那边待久了 你还是会碰到这个问题 因为不确定性 跟高度的打压的那种毒性很重 所以我在想到我原来那种 所谓的武奖师美 那种美女的雕塑 红丑舞 这种都显得非常虚伪和表面 我应该更加重视 人的心里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的发生 所以我就开始了 在人权的道路上 我把我的所有的雕塑的目标 我的题材 在那个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发生 是 这种真相的解释 包括西上的 包括维吾尔人的 这种在这方面就寻足了 这一种应该是整个脱胎观 获得一种转向 跟原来的那种告别了 那种艺术的道路就告别了 就转向对人的精神的一个考诺 所以雕塑的技能本身 是那个时候中国工艺的学院 还有加上纽西兰的那种背景 让你培养起来 精神上的是从六四之后 开始有一个飞跃 就是从人权去做事情 那你后来到那个叙利亚去 三次参与他们的那个战争 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历 很少人以为这样做的 这是我认为当时发生了叙利亚内战 叙利亚的人们就是起来 反抗阿萨德的独裁专制的那个 他们拿起了武器 而我们中国老百姓 当时没有拿起武器 所以天安门被屠杀了 所以说我很想去那边经历一番 得到一些经验 拿起枪的自由战士 不仅仅是拿起笔的自由战士 所以我就踏上去叙利亚的那个 经过转载嘛 我后来进入叙利亚 一开始他们也是非常提防我当 因为中共是支持阿萨德的嘛 你这张脸就是华人们的脸就是 可能是中共建立 而且我去的前一个星期 那边有一批中国的那个记者 到那边去过以后 不到一个星期那边就被炸了 所以说他们非常害怕我这种脸的人去 所以他觉得是中共建立帮助阿萨德 就是目标嘛 你在哪儿待过嘛 他到时炸弹就过来了 所以非常担心 但是我比较好的呢 有几个美国之音啊 新唐人电视台给我背书 我在那边做了一个 起乘去叙利亚的这么一个仪式 在纽约啊 然后给他们给我撞行 然后这几个电视台呢 就是给我有一个短片 嗯 那么他们可以查到这个短片 我当时他们来接待我 然后我就看这个短片 嗯 他们一看啊 这个人是 历来是民主运动 跟我们是一伙的不是共产党 如果没有呢他怎么相信你啊 你自己说怎么相信你 那我是作为一个艺术家 啊 又是值得纽西兰呼召 又是从美国出发 他们也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一看是个中国人吧 是吧 你怎么又说是纽西兰人呢 啊 又是从美国出发 还是存有疑问 那好吧 你就是你不是说艺术家 好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 他们就说我们有正好有一个有关妇女儿童 在区里亚内战的状况的这么一个艺术处 一个展览 嗯 希望你参加 那就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艺术家伯就是 我也知道 因为当时他们不跟我还住旅馆 没邀请我就跟他们在一块住 嗯 所以我知道后来知道是戒心嘛 这个专栏 开始的时候我就花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画了十个作品有关儿童妇女在这个战争当中的 我这边还有一张嘛 那边还有一张作品 这一会儿他们 哇 真是一个专业的 他们是业余 我是专业的 哇 好 然后就邀请我到他们那边去住了 哦 很多都是叙利亚人 从那边大马斯哥过来的 从哪过来的 反对派 就像跟我们的民运一样 但是 他们这个民运 是拿着枪 所以是一满枪拿出去走了 所以说啊 我就融入到他们 他们就接受我了 然后再给我从叙利亚的 从那个叙利亚边境 随着他们德国的 美国的支援的这种粮食 医疗设备呢 就是也就进入到叙利亚去 这样我就踏进了叙利亚这个土地 经过几方面的考验以后 那天的这个节目仪式是他们的 那个反对派的首领 叫那个是在瑞士留学的博士 他剪彩了 有他加持 然后你看这个照片 我到时候给你看 哦 他呀 那肯定是朋友了 这个叙利亚是个朋友嘛 嗯 就就我对我在那边保护就起到了非常自观的作用 然后我有人 因为他们大部分是讲伊斯兰语的嘛 那么有几个英文教师就陪着我 会讲英文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沟通 这样进去 我觉得当时我觉得一个经历是 你有拿起枪去跟他们去战斗吗 战斗 真正的战斗有过两次 本来他们是不让我参加战斗的 你 我在新西兰的时候我办过报纸 所以我也是一个报纸 也是个艺术家 也是以这个旁观者观察者拍照的这个身份 介入进去 作为一个义工 帮他们进去的时候也换了很多 一会儿说我是护士 一会儿说是联合国的什么救援人员 就是啊 就是支持者 叫做volunteer 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你已经换了很多身份了 你要别说不说最好 你都说了就录路线了 他们想怎么编去 他们怎么编去 因为他都是少所的 有土耳机方面的 有那个自由军的 有其他不同组织的反对派的人 那么他们要判这个人是谁啊 很危险的 那么这样就进去了 所以说 他们就比较接受我 就是后来就接受我让我进去 对后来你就到美国来 美国来的时候 你是一直用什么来谋生的 或者说你一直是是不是雕塑为你的本业来去工作呢 对一开始我到美国来嘛 那就是说怎么才能马上谋生呢 马上赚钱呢 我做这个雕塑肖像嘛 是做得非常熟练的 所以当时有一个我太太她是中央美院的 她有个朋友说 哎你到拉斯维加斯来 我那边有个工作室做小的肖像的 小的肖像的 她说你来了马上就有钱了 你就做出来就有钱了 所以我一开始就在拉斯维加斯下来 也是从拉斯维加斯去量 你刚才讲到是战斗吧 那么这个战斗是这样的 因为我经常跟他们去分发粮食啊 医疗用品啊 有一次呢就是我看这次战斗是比较大的 好像一个千米山 各个地方都在聚集 就像我们的像南征北战一样的 在这个电影 各个方坦克呀什么炮呀 机动车辆啊 各个不同方在那天晚上在那地方聚集 那么我说呢我师父可以去拍照啊 那我是OK 他说你就跟着我们在这边进行拍照 当时还有一个电视台是好像是半导电视台 还采访过我 然后我就加入到一个就是技术团队 但是晚上我那想给他变成夜间模式 我正在改变我这个相机的时候呢 那个带我 他们就走了 他们不管你的 在那边就是你之间非常的灵敏 就是说一看这人走你不懂语言的嘛 他说走 你就在走路 你没听懂 你没掉队了 你就完蛋了 我那天就是这样掉队了 我等我这边那么早就没了这波人 我跟着这次队伍就没有了 那我怎么办 其他都在急急 那么我看到有一个 他戴的就像我这种有个帽子戴的 一个年轻人 I say you don't understand English 他说little bit 就懂一点 我说我掉队了 我是那个媒体 就是本来要上前线才 他说哎呀我们都就上前线了 那么你就要么跟着我 他就跟他的上司就讲了一下 就说有一个人在这边掉队 他是个媒体 那么你就跟着我 那么他们说你这样去拿一个相机 那边打仗呢 你只要保护自己一下 就给我一个IK 记者是不能拿枪的嘛 那他就给我一个IK-47里面 有三十发子弹 就一个弹架 那他说你 没有人冲到你有生命危险 你不要打 你就不用 你就到那边了 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天开始有点亮了 我就跟着这个人 我到现在的其他很多人的名字 他的名字我记得阿里 那么很多的那种名字很难记得 他们这种 伊斯兰名字 这个阿里 给阿里巴巴吃马开门 我就记住阿里巴巴 不会弄错了 就跟着他 他拿着子弹想要很多武器 我呢就是AK-47三十发子弹 我想这个保命是没问题了 有人到我面前我打 没到面前我不打 我到那时候呢 他们就教我怎么发子弹 我在中国在这边 没某过枪 到美国才某枪 那时候都没有 所以他们那个叫我 所以这样就上了前线 到了一片橄榄树林的时候呢 大家就参吐啊 我也电影上学来的 长途看到吗 这个书的下面我就做了一个咽体 然后呢 我看有那么多橄榄树子 编软的嘛 我就编了一个草帽 南城北山不是都编草帽吗 我这个草帽一编啊 不要紧 获释了 你不是说你是记者 怎么 你是专业军人啊 我说我不是 那你怎么会编出这个草帽呢 这个是他们都没有这种东西的 你看他们阿拉伯打仗都从湖京都在里面了 是吧 没有编出个草帽 你怎么编草帽 这个是很有野战经验的人才做这种事情的 你这个意思叫做 我说我电影上学来的 哦 电影上学来的 那就电视上学 这就 暂时打消了那个 他说你就别动 这边很多橄榄树 我就在这个橄榄树下面 也挖了一个洞 蹲在下面 枪打过来 我是看不到的 但是别动 两边你可以看到 我有一些图片的 两边击枪手 一边阿里 还有个大胡子 我还问他从哪来的啊 我就在问 后来嘛 真打起来 嗯 我也看到前面人在晃 嗯 打了一阵子嘛 我想我这个路过来我就打吧 嗯 没过来我就不打了 他们让我别动 你这个头三头一枪打你就死掉了 那你就 后来嘛 一阵子以后嘛 我看这边人就开始冲锋了 冲下去 啊 冲过去 我也没 就不动 后来嘛 就说他呢 打仗在这边打赢了嘛 因为他们是伏击战 赢了以后嘛 回来 嗯 回来嘛 就就 我这次又闯个火 我这个天又黑了嘛 我这个又要弄 他们 你这个 不过爽光的 这个爽光的 这个爽光怎么会他们飞进来 要 要来 弄炸弹的 这是什么人 怎么在这边爽光 他们说 他是 不知道的 他是 刚刚进来的是哪个媒体 对 调队的 然后嘛 那那个长官 啊 就是他可能跟我的那边联系上了 有这么一个人 要对 过了好多天了 我该要连回去了 哎呀 妈的 实际上我 你怎么这个事情 怎么跟 不跟着我们 到人家那边去好多天 那这样我就参加这次真正的战斗啊 嗯 还有没有跟着他们 那种叫 福气战 你竟然看到的 就是说有个日本的媒体呢 他还带着干亏一个女的 几次 就在我们那里 被打死 人家 他们那种叫 狙击战 狙击手 在那边 他瞄准一个地方 你们人经常经过的 他 差不多是24下 一个眼睛闷在那边 就枪就搁在那边 你在经过那边 这个枪就砰一下就过来了 狙击手 我到那边去 我看房间里面 这个窗户那边 就躺躺完就走过 那边一个 啪一下给我破道 你不要命了 这种地方 都是人家狙击手瞄准的 我们这 你看他说我们这边有狙击手 这个换班的 瞄在那边 只要人在经过 因为 这条街 我们在这头 他们在这头 就一条街的距离 那边就是他们 有些死角是非常安全的 你可以做绣 绣个枪 什么东西 没事情 但他们知道 这个死角 人家是打不到的 但是有些 虽然你在房间里 这个窗户 就是他们的瞄准目标 你一不小心走过去 他这一缓 他一枪就打过来 他这个死角 就对着你 让你进到这个位置 就过来了 所以他说你不要命了 你这种看到窗户 你一定要低倒 你不能就是说 这样走 所以说 我说刚才不知道 我们那边 还快拍照 但是那个地方 是个死角 人家是拍不到 打不到的 是吧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我后来就非常谨慎了 这种事情 那么 一般他们都是厌惑我了 就是说 不会 就是说 让我就是 是单独去的一个 一般都是 他们打完了 我去摆个PUS坎克 上面枪一拿 这个摆个PUS 跟他们一起 高兴一下 然后马上就走 为什么呢 没打下一个地方 他们阿萨德就像日本 他不管拼命什么 你看这边 如果他们都输掉了 等会儿飞机就来炸弹 就来炸 所以我们 后来我不是捐给他们 一个皮卡车吗 太重要了 一打完马上撤了 打完就撤了 这个地方 所以说 这个皮卡车 后来我这边就是捐款 弄了一个皮卡车 但是这个皮卡车 当我第三次到那边的时候 我说 这个上面有三种文字 就是阿拉伯文字 中文英文 就写着中国人民支持叙利亚 自由战争 这个写是什么 我说我们那个皮卡车 他们也发了个照片给我 说 你就说到底皮卡车 是那边买的啊 我把钱给人去他们那里 哎 皮卡车 造 而且有一个你认识的人 我都有照片的啊 那个人 那个人 当年就是我第一次去给我送出来的那个 一个救护车给我送到土墟边界 他说这个人死掉了 留下两个 我后来也看到两个 后来我有一点小钱 你走的时候拖他们 就是非常的危险 当时他说我去了以后 他说死了三个人 就是你认识的一个人 还有两个不认识 就是这一组人 在这个车上的全都死掉 嗯 车也抱回 我想如果 我早点去 我肯定是跟着我的车行动的吗 嗯 那可能我就是这个里面的其中医人 人生就是很奥秘啊 啊 我觉得是时机很多时候就决定了风险 太多了 我在那边一会儿 那我这边很多故事 这个一会儿去前面 炸了 我们不能去了 有这次我还那边待了一个星期了 交通人 我以为都死掉了 没人来接我 我这有一个这种斗子 我吃了个星期 他让我千万不要动 你不要出去 你一个人出去有问题 我每天要从楼上刨下来 从楼下刨上去 每天锻炼成你就这个 然后把这个文字 我不是还去练来信吗 在这边都写好 准备找一个有信号地方发出去 接住土耳其的信号啊 就在那边就是这样 就是断了你就完蛋了 经常会有时候 一会儿你本来去的地方那边被炸了 有些地方我刚去了以后 没几个小时被炸了 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 所以概率是差不多 百分之二十你是会死的 对 就是你在那边二十个人 你可以要死的 就是轮到谁了 嗯 就是九死一生啊 就是我觉得生命真的是很玄妙 那我觉得说就是回到这个地方来好了 就是战争是我觉得很多故事可以讲啊 但我觉得回到美国这一个自由教书公园 我记得是他我们刚刚有很多拍外面的那个影片 都讲到2017年开始了 其实在那个时候你要创立这个公园 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因为这个事情哦 很少有 我们看到在可能在东欧或者在其他地方 有那个共产主义的一个纪念的博物馆 我在德国游览的时候也是那个Holocaust 那我在DC也有一个 关于那个二战纳粹的一个博物馆 那我觉得说现在当然对于中共啊 中国共产党的罪恶 现在是全世界在这边有 这边的叙述的有 这是一个专管来去处理很难 而且雕塑共人的 那是我印象中的绝无仅有 以前在香港哦 曾经有支联会办过一些六四纪念馆 现在有些海外的一些同道 也在纽约办一个六四纪念馆 但是那个基本上是一个空间 比较小而且是跟雕塑没有重大关系的 那我就想问是究竟为什么 你会在2017年的时候去筹办这个事情 资金也不一定见得非常的充足 我看到很多都是志工义工来去帮忙的 他们一手一脚来去做每个事情 都很多都分文不收的 甚至不知道哪个时候才有钱可以回笼呢 是什么样的原因要你们做这个事情 你这个问题很好 我当时去叙利亚的时候 我就有个发誓 好像美国叙利亚的时候 去我想可能要死的 我当时想的更严重 人家说你去要死的很多人都死掉了 不是去参战 就是地雷啊什么 就是记者也死了很多嘛 就是路边就爆炸了嘛 他说 你不是你不参战就不死 你参 不参战也很有可能会死 我也是这样 那我想我就去参战 白球了吗 中国人都知道白球了吗 国际主义战士 我就做一回自由的共产 自由的国际主义战士 一个弱小的民族 一个小的民族 他们起来反抗 世界那么多人支持中国的民族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支持他们一下呢 我就要去支持一下 然后呢就成为一个 像白球一样的自由战士 如果成不能成人 回来了啊 杀生成人嘛 成不了人 我回来以后 我艺术家 那就要做民族女生 做一个 当时还没想到雕塑 我要继续重生我的民族的雕塑 这点是非常清楚的 啊 那么 后来没死 那么 那边呢 后来被 这个叙利亚呢 也被普京支持了一把嘛 又翻牌了 那边也去不了了 嗯 那我想 那么我就在这边 既然三次都没死 当然不死嘛 就说明 大概要我这个雕塑 做雕塑 那么回来做雕塑 啊 那么 我想 当时一直在看啊 纽约到华盛顿的路上 那边是我最佳路行 啊 我想很多旅游客 政治家经过那边 都会看到这个雕塑公园 但是很遗憾 当时我在 在美东想落脚的 结果那个人去了台湾 哦 就就就就就就 我没办法待下来 嗯 那这边嘛正好 我就看 正好有那个朋友说是 你到这边拉斯维加斯 肯定可以赚钱 你拉斯维加斯 你赚不到钱的话 那整个美国 你都没办法赚钱 这个地上都市钱 你就减好了 当然没那么容易减好 但是我一做雕塑 当天就有钱了 哪有这个好的地方 对一个刚刚来的人来说 是吧 那么我觉得拉斯维加斯 这个房价也适合我 啊 当时我来的时候 是不是拉斯维加斯 选的是 嗯 华盛顿 哦 看到那么不误会 我在那边做雕塑多好啊 华盛顿啊 纪念堂 哦 那种雕塑公园 是吧 我最喜欢华盛顿 纽约啊 或者洛杉矶 或者旧金山 跟我们新西兰最像了 海边啊 很舒服 relax 没想到拉斯维加斯 那么既然是在拉斯维加斯 我在这里看 游客那么多 我想哎 这个地方 这个地下应该不会贵 我可以在这边 所以我一直在洛杉矶 拉斯维加斯 在寻找 后来找到这块地 我的朋友们帮助我们 就一起就买了这个地 我就告诉他们 都有民主思想 啊 就说啊 我以为你愿意做 我们愿意支持你 当时就有三个人 我们买了这个地 啊 就是16年的时候买下来 17年就有了我们的风马像 你看到 就说 这就是我想我这个毕生 既然大年不死嘛 想做白权又没成功嘛 那就 那还是做艺术家吧 啊 啊 艺术家当然不想拿枪拿刀的 对 共产党有威胁 但是这是我的专业 是吧 那我想 这个 我本来已经转到这边做这个民主啊 嗯 当时已经做了 六四大屠杀浮雕 民主女神像啊 这些 嗯 都做了不少这些雕塑 那我想 这要有个雕塑公园 全方位的 立体的 把 民主的 有个人权的 啊 我也参照很多 没有这个雕塑公园嘛 所以我就想 我应该来完成这个事 就把自己的那一种 志气跟技能结合起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发光发热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成功的 在2017年到现在哦 我看到那个 呃 陈老师哈 已经在这个地方雕塑了非常多东西 我刚刚走访很多地方哦 从那个坦克人 六四的大的雕像 到铁链旅 到那个李文亮 到香港的那个 你们说香港角 啊 不是那个角部的角 是那个corner corner 那个角落 看到那个联盟墙 很多在香港人 在这边或者港裔的美国人 在这边很努力地经营那个角落 而且还有很多那个 让李那个缝的二十三针哦 在这边 你们做了一个非常 巨型的 那个逃港的那个 经验的那个雕塑 我觉得是非常的感动 而且你们是 钱是不足的 其实没有很多钱的 都是一手一脚 倒模子 那之后就是模子 要把那个 那个 那个 Cement 那个 倒倒进去 一个一个把它做出来 而且要维护 那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你在过程中 我看到遇到的挑战 当然是有些 小粉红 甚至是中共的失利 在那边去破坏 比较大的是 那个CCP病毒 的那个第一个雕像 你落成不久 一个月多一点点 就被人家完全破坏掉了 那 你遇到这些情况 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让你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你 一般的 很多人都想说 哎 以前不足 那你人力 也有可能是 有进有退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继续的 不屈不朽的 这样子打下去 我说 我继续的 生命都在说不行 你说 金钱这种事 还算什么呢 那当然 自己有的金钱 都可以用上去 是吧 刚才你说到 逢了二十三针 我 我总算姓威了 因为在叙利亚 没有流血牺牲 当然这种 磕磕磕磕是有的 一些小的受伤这种有的 但是 没有说 逢了二十三针 流了那么多血 嗯 天安门我也没流血 嗯 天安门我也没流血 我很侥幸又 几个月 像我 他说 你这种人在天安门 还好你走了 不然的话你肯定 进去了 是吧 那么 六四 五四 我又没流血 逃走了 嗯 修理亚 也很 侥幸 也没事情 这次流血了 好 我想 我跟在天安门 牺牲的那些 流血 牺牲的那些人 跟修理亚人 我也流血了 所以这个血 不仅仅是在 战争中可能流血 在追求民主运动的那种 这个机箱扫射的天安门广场要流血 我们在和平时间做这种雕塑 也会遇到可能的流血 所以说这次二色三尊 我看这个口子那么大 哎 跟我记忆游行的天安门广场 有一个学生的背后啊 就是这么一个大 我想 我想 我跟他一样 付出了鲜血的代价 所以我并没有感觉有什么 任何妥妥 我感觉我很自豪 很荣幸 跟他们一样流血 那么你说我坚持下去 那么 这样的话 这个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你也可以追求物质生活 过得很好 那我在新西来也过得很好 那么在这边 我也过得可以 是吧 但是我认为 自由跟一个 这个享乐的生活 比起来 和众和轻 那我认为一个艺术家 当然是 从精神层面的 这种追求更加 要重于物质的生活 你看这边我们很简单 就是这种生活 那么 有些每天大鱼大肉的人 那么 谁更幸福 我也不知道谁更幸福 他们有些五十多岁 脑满肠肥 喝酒喝死了 嗯 在中国 那种毒酒啊 什么 毒疫苗啊 都可能会死亡的 所以人 的生命 其实很脆弱的 但是在你有限的生命的时候 你能给它 发挥到一定的能量的时候 而且对社会有益的时候 那我认为 这其实对我来说 最为幸运 并不是我 赚了多少钱 我很幸运 我感觉有那么多人 喜欢我的作品 那你说我现在如果有 十个一百万的豪宅 谁会care你啊 嗯 马斯克什么的 他不谁不比你有钱 你要比有钱 你怎么有钱 中国土豪 那比他们 你都不是一个东西 但是我这个雕塑 用了这一些钱 就算是一个东西 甚至你刚刚我不是说吗 那个 连鬼城那么 每年十几万游客的地方 几十万游客的地方 嗯 我们现在都 在他们 美国的旅游榜上 我都能超过 这是我感到的荣幸 对 所以说 你说 谁更加幸福 我想我更加幸福 我不会为钱很忧愁 今天这个钱亏了 明天股票跌了 我现在没他们钱 我感人性 我这个雕塑做事 我就幸福 而且这个幸福是持续性的 并不会沿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被人淡 随着时间的推移 被更多的人接受 被更多人参观 你说我这个幸福感 怎么会低于他们呢 低于 赚几千万几亿的人呢 我真的不是 不是从心里面 没有care那些人 但是对那些人 如果对社会做出贡献 像台湾有一个什么 不是也来讲 那个叫什么 那个年长的那个 我就对他很佩服 他不是现在拿出钱来给台湾 曹星成 我现在见面还摸手了吗 是吧 曹星成 对这种人 我觉得很难的 我觉得很难的 就是这个 稚气啦 还有那个精神上的 幸福感跟愉悦感 更对 人权事业的一个坚持很难 其实我觉得 你做这个事情 也有很多志工 跟你一起走 而且这些志工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个 义工团队跟你一起走 义工临时的嘛 就比较多了 像那个 那个老燕 年纪比我大 老燕 还有江的神 是吧 还有几个义工住在这边 他们两三个义工是 都这边已经两三年了 是吧 刚才那个小伙子变焊的 他是真正认同 不是来打个酱油啊 拍两个照会 回去办身份的那种 他是真正的 我知道 能看得出来 他就在这边 他请了十天的假 请十天假 意味着十天的工资没有 对 是不是 还要汽油费 从洛杉矶过来 多少钱 十天的工资是2000块钱 200块钱一天是2000块钱 还要加汽油费 是吧 你说他不付出 这就是钱的付出 这种就是有奉献 有那种精神层面追求的人的那种 我常觉得说 一个人衡量 他是不是真的做 你是take 还是give 你是付出 真的是为这个事业 还是施 还是受 我觉得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 看陈先生的著作 我觉得是一个奉献 到这边来 而且你看到很多人 也是因为你的感召 因为道德上的感召 也会跟你一起走下去 那在这个过程中 陈先生是美国公民吗 我先生是纽西兰公民 美国绿卡 美国绿卡 那你在过程中 那个美国有关的民间团体 或者政府的 有没有给你一定的支持 或者鼓励 你要这样做呢 可以说完全没有 我上次这个雕塑被烧 我的助手说 我们应该 已经做了不少东西了 应该向这个社会 搞个抹捐嘛 那我说好 我们花了大概 将近一千块钱了 做了册子 很丰盲 这是花花给寄出去 寄了差不多 七八十封信 想得到支持 结果呢 钓回来的是一条鱼 一条鱼 一条鱼 就是 所有石沉大海 退了什么 没有返回这七十多封 挂花信 有精美的我们的图片 这一条鱼呢 是纽约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OK 是美国的 这个人 他是看到我们的雕塑被烧 他来了 然后给了两万块钱 这两万块钱 是我们整个雕塑公园 最大的一笔捐款 就是这两万块钱 刚才我已经跟说台湾那个 就是 就是这是我 你是有没有 这是这一笔 那么后来我们再给他 没有下门了 就是他在我们这边呢 也是得到很多 比如说我们这些图片啊 那个江泽是专业摄影师嘛 很多 他把这个拿到 你可以在那网上去找到 到奥斯陆的国际人权会议上 他请了奥斯卡的 得江泽的剪辑师来剪辑这个影片 剪辑得非常好 那要花大价钱的 在那边放影 那我们很高兴以为可以长期合作了 我们这个资料远远不是两万块钱 但是 我学习没有回答 我以为没收到 我的助手他用得很好嘛 说可不可以 说得比较委婉 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继续合作 他们说可以合作 但是就没有在想 那我写了两封信里头呢 我就算了 就是说 这是我们收到的 最大的所谓民间的基金会的一个 其他都没有收到 包括美国什么民主基金会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收到 就台湾的我跟你说 有两句 二句 我们所谓基金会 还有一个叫劳改基金会 他们知道 是不混淌的 他们搞的 后来不是倒了吗 倒了你看外面有个集装箱 就他们东西都给我了 本来也想跟我进行合作 搞博物馆的这个钱呢 因为他们没了嘛 本来还想跟我合作 那他们最后说 陈文明啊 我们只能意识一下了 给了好像是七千块钱 只能意识一下了啊 原来本来要几十万给我做博物馆 那就不能实现了 就把那些专品 全都一个集装箱运到这边 啊 我们博物馆做好 那么这个也是很大的支持 所有的就是 基金会啊 就是 就是这些事 所有的全部 对我觉得 你看看 陈先生真的很公开透明 其他事情 我觉得说 有限的钱 只能做有限的事 但是你看看 这个有限的事 办了有声有色 我看到那个 从六四雕像 一直到铁链鱼 我们走过 刚刚一个小时 走这一条路 我觉得一点都不简单 你的维护 你的那个防止 他们来那个霸凌啦 来侵袭啦 来侵袭的那种情况 也是一点都不容易 我就问说 你做了这些事情 你又期望有一天 中国真的脱离共产党的控制 希望有民主自由 推翻专制 那同时也希望 香港情况也会有改善 成为了香港奖盟 你觉得这个梦想 你觉得在有生之年 可以实现吗 我想会实现 因为 自助者天助 你自己不想帮助 你想人家的 人人都傻瓜呀 他不会帮助你 是吧 你自己做了这一步 人家看在眼里 到一定的时候 就会发生直的变化 现在他们还没有 但是还是有一批人 像方正呀 民主党呀 还有像盛雪呀 这种民主人士 做封锁呀 他们看到我真的在做事情了 他们也就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 那时候六四级念碑 他要不休工啊 光这个机座 还有买在下面这个水泥 就买的水泥就两万块钱 你看不到的 刚才不算 就是这两个水泥 倒下去水泥就是两万块钱 上面这个机座也有两万块钱 这个东西有好多钱的 就材料啊 这因为做这么大的 我是找专业公司来弄 不能说自己弄弄 明天他说你这个不合这个建筑规范 是吧 我们说专业公司都有那个都可以查得到 那么OK 这些钱那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加入 我可以做那么大的教育 才可以找着专业公司来 是吧 那差不多当时有十个人左右吧 就陆续的去加入 这样我就差不多筹到了十万之金 是吧 那么我们都做共同发起者 是吧 我们原来是三个人 但是我们做共同发起者 再成了一个Foundation 本来我没有成立Foundation 自己钱都弄了嘛 那就不需要了 现在有那么多人能做个Foundation 大家有一种荣誉感 在陈伟明的在做的前面大政 我们在后面帮忙 现在方正他们民主教育基金说 哎呀 35周年了 这个门前面这个Bell还不 我先设计了两个关 准备做成两个抽象的雕塑 在前面一方人家很远 哇 这个肯定雕塑园没错了 对对对 现在你们找什么牌子那么矮 是不是啊 你们看不到是吧 这个东西他们愿意支持 因为他是陈伟明这边言出必行 嗯 说的不会这个钱拿到口袋里去 嗯 明天哎呀钱不够 然后做不成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他们就愿意来支持 把这个雕塑公园做得更好 因为这个代表了 中国的民主力量的一个清流 就是说他能真的把虽然他没有像其他人 那么有能力可以把共产党弄倒呀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进入了一段中国的民主运动真实的历史 所以说他们感觉到这个地方 他们可以有所作为和帮助 我看到很多那个外国人啊 比如说在美国人 或者说游客 他们经过那个十五公路 从那个拉斯维加斯 或者跟那个洛杉矶人来回的时候 都会看到六四两个字都在那边响亮嘛 就很清楚啊 而且有那个你模仿那个好莱坞那个白色的那个字 就打出那个liberty sculpture park 就是自由雕塑公园 很多人都是一个可能在那个google map search得到 那所以比比鬼城的那个幻影率更高 也有一些是看到那个牌子 那怎么有趣 不如休息一下看看 就来到这边 我刚刚也看到很多美国人来这边的看 所以他们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下 你第一个 你会不会说扩张 或者说在未来一两年 你除了增加雕塑之外 会不会有建设一些博物馆的打算 或者说有一些新的纪念被落成 那这个在六四以外 可能你的丰富的含量已经超越了一个普通的六四的纪念 是涉及到香港 中国的人权 高智盛的那个维权律师的问题 铁电驴的问题 武汉肺炎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那个含量是非常多的 那会不会这个自由雕塑公园 会再往前一步更推进 那这个情况 那会不会有什么呼吁 尤其是一些基金会 或者说有些各国的同道对你的帮助 这个各国同道对我帮助 可能他们生存上太 自己能顾上就不错了 就是说同道嘛 就是民运同道基本 那其他人呢我不知道 反正现在我已经七八年来了嘛 有一个免费的律师 他说应该有些人会帮助你吧 这些人也来过这种 所谓的易烂福啊 对冲基金会的那个 但是最后都没有了下门 那这种可能他们认为这个 山鱼越来丰满楼 这个但是还没到的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时候 所以那些人还不敢出手 出手共产党可能要对他们 那个他投的钱 他们要有一种回报 所以说还不会 那中国民主化的那天 我想这边肯定会成为 最为热门的旅游点 这是一个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基地 一个精神的家园 那么作为一个政府 他们可能会到这边献花 像那些他们所敬仰的六四的那些灵魂 那些英雄什么献花 那我想肯定会有很大的气质 但是我们不能等着人家来 有你在下锅做饭嘛 我们得到自己要做嘛 那么你刚才讲到这一点 我是有计划的 在我现在已经筹集了 就自己的钱吧 就是来做这个 纪念馆博物馆 会在这边 在近一两年里面 就会建立起来 博物馆 博物馆 因为这个东西它涉及到 康提的各种的 paper work很多 所以不是我想做雕塑 我计划可以什么时候完成 六四我说我这个 共产主义收纳者纪念碑 我要完成 是吧 我可以努力的多做 共产主义收纳者纪念碑 就会这样会完成 这样完成 你看看他们在那边 电刊呀 骷髅啊 人脸啊 都在做 我还做一个具有有血有肉的 冯光江老师 他知道 是印尼华侨 想用祖国的号召 爱国回国 结果被打成右派九死一生 几次从监狱跑出去被抓回来 嗯 命都因为他是印尼华侨一查 免于死罪 嗯 就这么一个人 我想以他的原型 从这个整个窟窿 这个壳沟 金字塔一样的那种 哦 他从里面爬出来 他都九十几岁了 昨天跟他吃饭 跟他吃饭 所以我说 冯老先生 我说 我今年一定完成 在你在世的时候完成 你哪怕在病床 我推轮椅 要给你推到现场 来见证共产主义 你那么的热爱祖国 结果是那么的一个悲惨的结局 我说我要把你做一个原型 塑造在这个里面 而且要在你有生之年 那要看到 你不会被人忘记 我觉得这个 我看完那个自由雕塑公园 我是有心理上的出动 尤其我在香港看到这些状况 很多的香港人都是流往海外 那他们都希望寻找得出 未来要怎么样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雕塑公园 有香港的含量元素在里面 那我也很呼吁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这一个雕塑公园 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 让世人都能看得到的事情 那你知道在中国流亡的人 是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但是你会不会呼吁大家能够走在一起 一起说对于这个自由雕塑公园 能够有所支持 那当然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去举办自己的一些活动 或者一些自己的场馆 那但是雕塑公园就只有一个 那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能够合力 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把现在那个可能比较 就是资金比较紧着的情况 予以大幅改善的话 这可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光景线 吸引了很多全球同道支持 而且甚至很多的每一年的活动 不只是六四甚至十一 甚至更多的活动 可以用这个当作一个重要的基地 来去处理未来的一个纪念 我是非常觉得这个地方 是很有前职去做这个事情的 那当然是风吹雨打 很多的雕塑都在外面 但如果有更多的资金 成立一个纪念馆 纪念馆如果真的有支基金 可能把雕塑放到里面去 成为一个展览的 永久展览的场地 我觉得是一个推展的方向来的 我是非常感动 是这个不懈的努力 用非常少的金钱 能够做得出这么出色的雕塑作品 但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帮助 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话 我觉得是更好的 那首先我想水到渠成 现在水还不到吧 但是我刚才说了 自主者天助 所以我现在已经这个博物馆的资金 是吧 我房子卖了 那么 房子卖了 已经卖掉了 你是把自己房子卖掉 把这个移住到这个地方 对对 已经进入雕塑公园的涨化了 我的律师说要做什么 我们又不搞个什么仪式 搞什么仪式 人家那么多 这点钱算什么 那你房子卖掉 现在是怎么样解决你的居住问题 这边不是很好吗 就是在雕塑公园的办公室 然后我小孩那边也是可以住的 我小孩这个房子是 那个丈母娘给他的吗 是吧 就等于房女的私产完全是 就是在我名下的房子我卖掉了吗 那当然也得到我太太同意嘛 她也是支持嘛 我很不很不好意思 是因为我给他强行拉上战车 跟我一边去死 是吧 但是她也是表示理解 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 你总是站在道德之高点 我怎么敢反对你 是吧 那这样的话嘛 就说 在这个纪念馆就是说 这个钱就有了 那这基本的框架 一万平方尺 这个基本上就有了 那你要做得好是没底的 是不是啊 这个装修啊 搞成什么样 这个没底 但是这个基本上 一万平方尺的这个规模 再有这种史外大型雕塑 再有史内的转版 小型的史内雕塑 这样史外和史内 史内可以保存一些更多的容量 比如说有反右啊 三反五反啊 文革呀 六四呀 到现在维权呀 他的容量就比较大 有图片 有照片 都放在那边 是吧 更加立体的 更加丰富的 就是把中共这个 从创党到现在 整个历程 都有一个深刻的反省跟呈现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 去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老是在说六四 六四是仅仅是一个节点 对 拿来说话的这么一个点 但是六四不是共产党的 罪恶的全部 是吧 所以 有人说这六四 雕塑公园也好 自由雕塑公园 民族雕塑公园 都是 那是他的其中的一个面 六四是拿来说话 一个标志性的一个 一个时间点 我们都要找个世界 就六月四号 拿这个来说事 所以 但是他不是仅仅是一个六四 共产党的罪恶 违反人性的这个 他是一贯的他的历史 所以说我要把整个历史呈现出来 所以说我们这个馆呢 就是说跟 纽约的 他们已经搞了一个六十几年 挺不错的 那他们那个呢 是王丹他们那些六四位主要的人物 他们搞 那么他这个呢 相当不错 很专题 那么我们这边 是更加 因为我们也大 是吧 我们这个地方 不像他们那种村土村青的地方 是吧 那么我们这边呢 就是可以 嗯 用 用更多的 内容 对 把 立体来呈现 整个共产党的罪恶 嗯 我觉得这非常难得 我看到这个 中轴线如果拉起来 最后我想问你个问题 你 对于这个未来的发展 有什么的梦想 或者一些终极的目标 但终极目标 当然是 推翻中共的暴政嘛 就大家有 自由跟民主 但是我想说 你在 目前美国的事业来讲 你有什么样的 远程的目标想要达成 有一个 这边的进行目标呢 有一个想不能讲啊 其实也那个 因为有一定的 外观子 我在做 你可能会在 会能在 不远的就是 青年就能看到啊 但是这个 因为它有风险嘛 所以保密 如果一旦遇到 什么问题的话 可能就不成了嘛 那么 其他的就是说 远程目标 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希望就是 我们这个 勒布提斯高布奇帕克的 那个民主女神像 有一天 可以做成 89米 六四米高 在天安门广场 竖立起来 那个我已经做了设计 这个纪念堂 这个方方真真的纪念堂啊 就是中国的民主自由博物馆 嗯 是它的基座 嗯 嗯 上面再加一个 在小一点的基座 这个上去以后就是 就是四米高的民主女神像 可以跟美国的自由女神像 遥遥相对 因为 美国的自由 这个普世家族 自由和民主 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专利 也是我们东方人的追求 所以西方人有一个自由女神像 东方有个民族女神像 民族和自由 就是一个姐妹片 这个姐姐这个 Statue of Liberty 这个已经有了 我在Statue of Democracy 这样子 我能给她做起来 这就是我的 作为一个雕塑家的 重金文想 是吧 当然 作为一个追求人权的人 当然是 首先是共产党的垮台 中国建立民主宪政 这是最为重要的 但是我们来承担这段历史的 就是说 有一个有形的东西 可能知道 在那边 有这一段历史发生的 这么一个故事的事情 那么我的雕塑 可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人们到纪念堂 看到老毛这个罪人 他是怎么写的 这个纪念堂是画了中国的能工巧项 花那么短时间建了这个 他 现在后人看到的 是自由民主纪念堂 不知道他原来是听老毛师的 这个老毛纪念堂 什么那么多全中国的能工巧项 就为他一个独裁者服务 这个历史 很多人说要给他炸掉 炸掉这个历史就没有 这就是个教育基地 又是方方正正的 正好给我做基座嘛 是吧 而且都是把民主女人 把这个专制都在踩在脚下嘛 对 这个是多好的 你说给他炸掉 是不是 中国人民的限制就炸掉了 这个历史没有了 我们尊重这个历史 把它永远钉在这个修始柱上 对 永远把这个专制都在 踩在脚下 这就是我的愿望 所以我这个图片我应该有 下次给你找一个 我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计划 当时我在 呃 台湾 差点实现了 对 我都已经网上可以找到 都已经跟金门县政府 签订了100万的合约 他们提供基座提供场地 我做雕塑在美国运回去 我都想当像法国一样的军签护送到台湾 啊 这些人都速冻了 我一翻游说 金门县政府的 他们叫市长县长的 金门县 县 在这边有这么一个雕塑 我们东南亚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了 是吧 而且这个自由民族可以影响大陆人 是吧 那么就减低了对抗的风险 是吧 你们这个小社子他们很高兴啊 这个县城要他在任的时候完成呀 然后把媒体都请来啊 这个媒体一请我就完蛋了 媒体一波出虚吗 马英九这个老箭巨花 我们怎么可以搞这个东西你不得罪共产党呀 我回到台北 英国BBC还有什么美国新闻 还有什么所有的媒体就对着我 说你知道你的计划有变吗 我假装不知道 实际上我心里一直在担心 而且那边有媒体一报道嘛 马英九他知道的 县的人这是个很好的计划 他很朴素的 他知道这个东西很好 你看那么好 像美国的自由女生 像这么一个雕塑在我们这边不是太好了吗 而且面对的是那边我看那个是厦门 我的车都看得到了 嗯 然后我看这个地方最好 还有水头码头 我都去看水头码头太太热闹了 我怕影响交通不太好 到一个那个有个雕塑公园 然后我说这个地方比较好 那边就厦门多好的地方 马英九一出来嘛 这边就是说 你说老奸巨黄啊 就把这个 这个东西都 所以就毁了 毁约了 还引证那么 控告马英九 这边的律师要控告马英九 他也就是 就是 算动一下 实际上应该是控告他们这个 金门县政府 你毁约嘛 能控告马英九 弄得是飞飞扬扬 飞飞扬扬 然后 有意思的是 赔上多少钱了 回约 6.4亿台币 6.4亿台币 怎么算 算他是美金计算中 第一次打官司我们还赢了 我刚从叙利亚第1次回来 小伙伴说 陈文明这个人老将军 来收个韭菜了 你看打官司6.4亿赢了 为什么呢 他们 台湾政府 你一个雕塑家 怎么可以跟我们政府打官司 我们是什么 级别 我们有多少 资源 根本你都不理我 美国法院是这样的 你要倒庭 就像一个警察控告一个 犯错的人 你要警察倒庭 警察不倒庭 你哪怕是本来这个交通的违章 也是他赢了 你没来嘛 他们就没出席 没出席 我们不就赢了吗 所以大小报寺都说 陈文明赢了可以拿到6.4亿 台费 我笑死了 从我们刚出的牛 啊 从 我想是6.4亿 6.4亿 怎么都能 这是个巧合 这是巧合 我想 他是以美金来算的 这边算赔多少万美金 文成这个样子 回来 结果嘛 马云就当机了 怎么 怎么总统豁免啊 各种各样 从 这个 华盛顿请的最好的律师 纽约请的最好的律师来进行抗边了 这个文书我们这种一个律师 单枪匹吗 看看这个文书你就输掉了 你都看不过来 我告诉你 人家是一个律师团队啊 一个国家 你怎么一个律师怎么 后来嘛 也就不了了 就完了 完了 就台湾 我的那个人说 那个律师他说 姑娘 我这个东西 我没办法 你的要看他那么多 材料 你才能再上去 你怎么 他根本没这个时间吗 我也很希望有一天你的那个 这个远程目标 能够在 中国土地上 树立这一个民族女神像 这个民族女神不是天安门 八九六四那一个 是 堪比那个美国自由女神像的那一种 八十九米高 你说刚刚说的 这一种size的 女神像能够真的是建立起来 其实这一个 这一天到来 我心目当中 是需要蛮长的时间 那中国人的很多 他精神上的 一些独树 也需要时间 是几代人来排除 那我看到那个共产党要倒台 或者说习近平要倒台 这个是容易 但中国人的那个 心灵上 精神上 的那个飞跃 还需要一个时间来去 真的能够去 去安抚 平息 但是所有事情都要开始 开始 我看到这个雕塑 翁元就是要开始 是 这个开始 这些天安 我看 那个 纽约的自由女神像 她的基座46米 雕塑是45米 加起来是91米 我们这个是89.64米 所以说比她矮了一点 我们不求比她高嘛 妹妹可能就是 矮一点无所谓的嘛 是吧 但是两个 体量基本是相等 这个一个是91米 一个是89.6米 是吧 现在相差也就一两米的东西 是吧 这两个体量差不多的 结婶姐妹 这个心愿 如果这种 东西潜移默化的 就是你说要把读书给排掉 那么通过旅游 通过这种资料 资讯 我想 通过一段时间 只有这种 雕塑 它不像一个书本 不像个电影 热了以后 靠背就放在仓库里去了 然后就是要专家去图书馆 去寻找图书 图书 是吧 一般的人他不会再去光顾图书馆啊 电影 这个仓库啊 去把它弄出来 这比较特别有兴趣的才能看到 但是我这个雕塑 它是一本打开的书 一本可以花几分钟 十几分钟可以读完的 看完的电影 它永远在那边 我为什么当时选择雕塑这个专业 我一开始画画 小时候都喜欢画画 我 哎呀 一看这个 雕塑 你不看也让你看到 嗯 它这个地标 你不喜欢也会知道 所有的人 不管是喜欢艺术的也好 不喜欢艺术 普通的农民 他肯定会看到这个地标 我现在在中国还有几个地标建筑 我的雕塑 那么我想去这个好 所以说 这是一本打开的书 几分钟可以看完的电影 它可以潜移默化的 就是 讲述 你说的我们怎么把中国的 民主思想 自由思想灌输给他们 给他们了解 那么慢慢把那个读书啊 进行排除 对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 有 有价值 也是比较相对简单的 给人可以享受 视觉艺术进行视觉享受的 啊 又可以 潜移默化进行教育的 这么一个 尸体啊 天幕下的一个天术 让大家好好去看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那个 陈先生 非常感谢你远到这边来 进行 采访 那个给我们 雕塑公园 就是 对外面进行一些 鼓励啊 和 支持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 能像 您一样 到访 雕塑公园 更多的人 认识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 这一段 真实的历史 是 我觉得非常感恩 也是希望 陈老师继续 健康 修养好身体 继续创作好的作品 也呼吁大家 来访 美国加州 或者说 Nevada附近 记得要来 记得要来看那个 自由雕塑公园 全世界 独一无二 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 也感谢陈老师 希望 陈老师健康 谢谢你的采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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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